郑爽可以说是娱乐圈中唯一一位将自己往死里捉的明星吧 郑爽刚出到那会儿 被受网友的喜欢 还记得他出演一起来看流星雨中 除以寻意绝食的天真和单纯 以及他和张汉在一起时的那份少女感 然而逐渐随着他的折红 似乎郑爽的一切都在失控 在发布会上伤自己的耳光 在综艺节目上当众发飙 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觉得郑爽的精神状态似乎不那么好 不过在粉饰心中 郑爽则是真性情的表现 那么郑爽是如何将自己从一个小仙女 变成了一个风女人的呢 小编觉得或许这一切全都要归功于郑爽的人生经历 儿时母亲将所有的梦想都强加于郑爽的身上 为了母亲的梦想 郑爽的童年似乎活得不像是他自己的 这样的生活环境让郑爽的心中充满了极度的安全感 成年后的郑爽需要寻找那份 他自己急需的安全感 可惜事与愿违 郑爽寻找的每份安全感到最后都加剧了他心中的不安 走红后 父母急切的想要利用郑爽当跳板 完成明星梦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 郑爽所做的一切是对父母无言的抵抗 和张汉在一起时 郑爽也曾开心过 但是自从张汉被传出花边新闻后 郑爽就变得不自信了起来 他开始走上了整容这条不归路 而最终张汉和郑爽两人之间的恋情 也因为郑爽的不知性和张汉的霸种风格走向了失败 和张汉分开后 郑爽和音乐才子胡彦斌在一起了 当时两人的恋情并不被看好 不过郑爽的恋爱呢 才管不了那么多 很显然 郑爽和胡彦斌的恋情最终也以一场闹剧收场 分开后 郑爽为胡彦斌写了恋爱中的一百件小事 但胡彦斌对郑爽却如同瘟疫一般 鼻子不及 原以为两次失败的恋情 应该能让恋爱脑的郑爽清醒一点 谁知郑爽在《这就是机甲》中 却和圈外人张汉传出了恋情 期间两人还高调的参加了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展现两人恩爱的点滴 也是这档节目中 大家知道了 郑爽出前为男友开了公司 甚至在张汉一度摆臭脸的时候 还一味的委屈求全 不过即便如此 两人之间的恋情可以说是以荒谬收场的 分锁后 郑爽将昔日男友张汉告上了法庭 在郑爽备受坚持的那段时间 张汉并未发生 但在郑爽沉默后 张汉却爆出 两人共同找答应 并生效了一对农风胎的事情 不得不说 这个消息实属劲爆 随着消息的曝光 郑爽的事业因此被毁 前几天 郑爽和张汉两人的抚养官司 终于手持在美国开庭了 自干案件一直以来都备受网友的关注 而当天 庭审的部分细节也被网友公布了出来 庭审过程中 双方为了能够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纷纷透露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爆料也使得郑爽 带孕一试的真相 逐渐浮出水面 郑爽在庭审中称 由于他过度减肥和工作的原因 致使心脏出现了问题 因此导致了他不能生育 于是才会和张汉找了代孕 圆自己当母亲的梦 不得不说 这次的关实属够大 自从张汉爆出孩子的消息以来 一直都是张汉的朋友秦朝为他发声 随着秦朝频频出现在大众事业里 网友纷纷质疑 秦朝是否真的存在 这一切不会都是张汉指导致言的吧 对于网友的质疑 张汉翻便会做出回答 3月28日 张汉的朋友秦朝 再次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这一次他不仅替张汉 回答了网友的所有质疑 还在文中对郑爽表达了同情 秦朝表示 张汉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 冷血无情的男人 在和郑爽分手之后 为了保护郑爽的隐私 他曾事先寄送过一封律师函 不过张汉并没有直接去法院起诉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心存善意 并且曾经和郑爽真心相爱过 这一次秦朝的发言 并没有一味的替自己的好兄弟张汉说话 也没有间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郑爽的头上 可以看出秦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还算比较客观 不像之前那么冲动吧 或许是郑爽此次只身一人 前往美国争取抚养权一事 打动了他吧 据悉郑爽这次为了能够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不惜在本地租了一年的繁殖 看来是准备为了孩子和张汉打持久战 不得不说挺佩服郑爽孤生一人 在美国浴血奋战抢孩子的 庭审中张汉更是无数次刺激到了郑爽 郑爽甚至在庭审现场发疯 被庭审官要求去做精神坚定 事情结束后 秦朝也发文表达了对郑爽的同情 他佩服郑爽此次一个人在美国抢孩子 不管怎么说 他至少也在做事情给别人看 表明了他对孩子还是挺重视的 但是看看郑爽的父母呢 却在国内由上往水 不亦乐乎 给人的感觉就如同根本别把女儿当回事 秦朝甚至还表示 郑爽之所以会走到这么一步 其实全都是他的父母害的 所以说秦朝所说的郑爽这一切 都是被父母害成这样的 有失偏颇 但也不是说全人无关 郑爽的父母在孩子成长期间 并没有给予正确的阴导 在母亲的心中 最重要的就是将郑爽打造成一个明星 以此来完成自己的明星梦 而父亲郑成华呢 在妻子将自己的梦想 强加于孩子身上时 并未发生制止 反而是在女儿成名之后 三番五次利用女儿参加综艺 出演电视剧 与其说他没有制止妻子 还不如说他也相当明星 在女儿犯错之初 郑成华还一度在怪责他人 直到事情越演越烈之时 郑成华才公开像是会道歉 不知道摊上郑爽这样的父母 是不幸还是幸运的 有人说 如果没有郑爽父母当初的狠心 郑爽就不会成为明星 但也有人说 如果不是父母的教育有问题 那么郑爽的性格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缺陷 郑爽和张恒当时的分手 不知有没有郑爽父母的印象 但如今 郑爽和张恒走到这一步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令人所不能理解的是 在庭审当天 郑爽的母亲居然还和闺蜜 一起去踏村赏花 从晒催的照片中 可以看出心情特别的不错 根本就不像有心思的样子 从郑爽妈妈的表现来看 情操话如此说也不奇怪 大家对于郑爽妈妈 在女儿开庭日陪闺蜜踏村闪花仪式 有何看法